除了平邻,石定也是新北市重要的茶区之一 而现在正是春茶采收的期间 为了要推广石定茶文化 新北市民政局就特别邀请艺人孟耿卢 来到石定国小体验茶道文化 并且为最新一期的波比新北市双月刊拍摄封面 孟耿卢表示 虽然也常常和家人泡茶喝茶 但是这一次能够来到石定 亲身学习茶道是个相当难得的经验 现在正值春茶采收期间 石定区是新北市重要的茶区之一 为了带领民众一同感受石定好茶 新北市民政局在波比新北市双月刊 即将出刊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 就特别选定了石定区 介绍地方上的茶艺风情 春茶要开始采了 那我们石定这边呢 近年来呢这个东方美人茶 享富盛名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在新北市 甚至在全台湾都享有 已经慢慢建立它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 所以今天呢 我们新北市民政局的那个 波比的这个双月刊 即将在五月的时候 有出的新的这一期的刊物里面的封面的故事 就是要介绍我们评定石定这边的这一个采茶的一个风情 来趟石定之旅非常值得 可以从一早来介绍我们从那个双溪口高速公路下山里那个下来以后 走路走道到石定口下来 休息一下 来我们这次用石定的我们艺文的一些展示之旅 为了推广茶文化 民政局邀请艺人孟耿如 与石定国小小朋友一同体验茶道玉树 在悠扬的陶笛声中 孟耿如按部就班 用优雅的姿态弃茶 他表示虽然之前也经常和家人泡茶喝茶 但经过这次的茶道体验 才知道原来泡茶有着大学问 同时还能够让人静下心来体会茶的美好 虽然有在泡茶但是没有真的就是有查到这样子的顺序 然后刚刚在小小学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那蛮复杂的 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只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又有一种好像是在跳舞的感觉 好像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平静的一个艺术 孟耿如与小朋友弃茶之后 也亲自将茶奉给在场的来宾 对于这次来到石定 孟耿如说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在学生时代就经常来游玩 再加上拍戏时也会来石定取景 而这次来拍摄封面体验茶道 更是一种不同的经验 在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就下课的时候一群朋友 比如说就骑摩托车 然后到新北市很多地方玩 然后像拍戏石定也是 很多剧组会就是取景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其实这边不算很陌生 然后一直也有很听说这边的茶很有名 所以今天可以亲自来体验 我自己觉得很幸运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借由这次的波比新北市双月刊封面故事拍摄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石定的茶产业和人文风情 包括夸要失传的茶包歌由来 以及当中的意义等等 这些精彩的内容都会收录在月刊当中 届时欢迎民众到图书馆 局公所等据点借月 或者是上民政局官网下载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